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水镇的安然定制公主群 Enchanted Starlight 注明魔法星光的装造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小奥亭的七周年礼盒 大家看它的外表 如果它是一个普通的盒子 那你就错了 它其实里面有很大的玄机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壳 小奥亭的这个七周年礼盒 除了像魔方一样特别的好玩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 每个都是小抽屉 开始我们的化妆环节 好了 现在我要开的是 这个里面拿出来的散粉 它是一个吸铁石的包装 OK 里面是一个笑脸 我真的好喜欢小奥亭这里 很多笑脸这种设计 因为看到之后 你会忍不住跟着一起笑 心情会特别好 也是一个笑脸 打开心打在脸上 因为它这个粉质是透明的 所以打在脸上的话 不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打到很多粉 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 反而会给别人一种特别清透的效果 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细腻 打在脸上一点都不会配整 今天的桌面 主要就用这三排眼影 勉弙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上 这边是小奥亭的眼线 颜色特别的多 特别的防水护肝 非常适合新手 里头也很耐用 不用担心分叉 这是一个白色的 我们这次主要要用到的就是 黑色跟白色 买白色这种浅色 其实最怕的就是它不上色 但这款眼线比就很上色 我们看一笔到底 在白色的这个底打好之后 我们再上一次明色的 好了 右边眼睛也完成了 现在要开始换眉毛了 眉毛的话用的是小奥亭的这一款眉底 它是压嘴型的扁平的头 非常适合画面的 不管用了多久还是用了多短 它都不会顿 因为我这次的造型打算戴一头金发 所以说没办法我要稍微染浅一点 现在要开箱的是小奥亭的这一款高光了 上次挡挡在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看 很惊艳 看里面是一个这样子的高光 有两种颜色 下面这个会更亮一点 我先上一个这个稍微没有那么闪的这一款 主要是打在我的遗量上 轻轻的稍微带一点 颜色会比较通透 马上这的话皮肤就感觉 散发出一种自然离人的光泽 我们现在用这个笑脸上的 接下来就是腮红时间 这样测着刷下去还有一点点显瘦的效果 现在涂烤红 这是一个暖橘色 这个偏红一点 先涂一层这个颜色来打个底 然后我们再把另一个颜色涂在中间映开来 有一点点淡淡的雾蕴的感觉 但是嘴巴又不会很高 然后我们现在要贴水钻 来吧水钻钻 好 现在我要戴上假发 我们待会儿就看一看完整的救急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子 现身完毕 接下来就要用小欧婷的这个高光 我们来心机的给自己的锁骨加一点细 看 太心机了这个高光 这个造型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头上给点了很多的小水钻 除了在头上锁骨啊 还有肩膀这些位置也可以再多点一些 完美 最后的魔法 再撒一点 全身上下都是 脆炭的小星光 仙女酵母的魔法全部都 实战完毕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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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